我现在正在祖国的大陆架的最南端 叫南极的这个位置拍摄寒陆游记 我的那个方向就是海南岛的海口了 那我今天呢在这儿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大疆的无人机阿维塔2 同时呢顺着它发的还有大疆的穿越摇杆3 及飞行眼镜3这三个品 咱们今天一起来体验 我们先从呢最影响大家体验的这个飞行眼镜来说 这个呢是三代的飞行眼镜 我戴上跟大家说啊 佩戴的体验过程呢 它后面的这块是单独的独立电池包 这上面有个锁紧的装置 锁紧之后呢 我现在能感觉到额头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单独的新的顶块 这个顶块顶在额头之后就不至于用眼睛上框的这个位置 来承受整个前面这个面筋的重量了 现在这个三代的飞行眼镜戴上之后 它整个的舒适程度确实比之前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升级啊 另外呢大家现在看到我是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手的 因为正前方有两颗朝前式的环境摄像头 我现在就可以侧面这么着双击 就可以切换成前面的实景 包括看手机这样的动作都是可以完成的 只不过呢跟真实的试点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真实的试点应该是在15到25的这个市场的角度 但是呢现在这个的感觉像是一个35到50的焦段出气的画面 然后同样在这边 双击两下就切换回了眼前这个屏幕 这块屏幕看起来这个个头还是挺大的 现在这块屏幕呢它能折合多少寸 我是没有具体数据的 但实际看起来还是比较清晰 另外呢我能知道它是macroLED 同时呢它是100赫兹刷新 折合在我眼前的这个清晰程度做的还是整体不错的 另外它作为一个飞行眼镜 它跟飞机之间的这个沟通非常重要 它升级到了最新的O4图传 让整个的图像传输的距离 包括画面的质量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这点来说也要赞一下 所以呢这个飞行眼镜3 它的佩戴的人性化的体验部分 包括本身它的机能的升级 还是比较明显的相对上一代 这个穿越摇杆3 首先它的个头体积相对于之前来说还是小巧了一些的 我这种比较手小一点的男孩握着它 会感觉非常的舒服跟灵动 另外呢它这个油门前面增加了一小段 用于确认方向的这个选择的确认形成 这也是听了很多之前的用户的反馈 同时现在这个手柄跟眼镜连接在了一起之后 它就会成为了眼镜里面用于选择具体的选项过程中 那个确认的鼠标 它会带一个类似于激光这样的箭头 还是挺好使的 之前没有这个功能 好咱们再来看这次核心的升级 阿维塔2的这个无人机啊 首先咱们看摄像系统 它现在这个摄像系统里面 155度的视场角看出去 并且支持4K60HDR 支持10比特的D-LogM的色彩 听到这些之后 你就知道它换成了mini 4 Pro同款的传感器 所以这架飞机相对于上一代影像的能力 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阳间升级 它如今这个飞机里面板载了46G的高速存储 并且通过微飞快转 可以跟手机快速的导素材 46G对于这个飞机的拍摄来说 是完完全全的足够 就不用自己再插TF卡了 电池续航的方面 它这块电池的造型 跟之前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你就放心 大疆是不会让你把新款跟老款的电池 包括各种各样的充电管家去通用的 只有极为个别的偶尔设备是可以通用 这块新的电池31.74Wh 可以让阿维塔2飞行时间在23分钟左右 如果你买更多的电池 带电池管家那个版本的话 它就可以实现60瓦的充电速度 45分钟就可以把单块电池充满 同时刚才我说了 如果你买更多电池 这个三电的版本 它会带这个收纳包 之前上一代没有这个收纳包 同时它是一个个头控制很好的 三寸很标准的尺寸的 很小个头的无人机 它把整个的蒋液的保护系统 这里面类似于小寒道的造型修得会更好 外加上这个螺旋桨 现在本身更好的一个空气动力学 所以让这个飞机 它的侧面写得很清楚 它的噪音可以做到81分贝 在同档次的无人机里面 属于是噪音很低的 跟最新发布的L3的噪音 是大差不差的 图传的方面 肯定是跟眼镜匹配上 最新的O4图传 13公里可以传1080P的画质 第一次接触飞行眼镜的朋友 肯定会想说 你小的自己爽 你戴着眼镜 我们也看不见画面 在上一代的产品里面 这个眼镜通过线 是可以把画面输出给别的设备的 或者是你再买另一个眼镜 它两个之间 也可以通过无线来分享画面 但是不可能买两个眼镜 但是如今的新款的飞行眼镜3 它可以通过无线 把这个眼镜里面 看到的信号 分享到你手机里面 这样的话 哪怕是不戴这个眼镜的 其他的小朋友 包括家里面的媳妇跟朋友 也可以通过手机 看到你现在正在看的画面 这点来说还是方便了很多 另外飞机回来之后 你还可以通过 刚才咱们说的WiFi快传 迅速的把飞机里面的素材 导到手机里面 打开大疆自己 叫唱片的这个APP 有很多的现成模板 就可以直接套用 你也可以有那种 一键的自动剪辑来进行出片 飞写之后 它的常规的姿态操作 跟之前的阿维塔是一样的 你这个油门操作的按键 确认了往下按 同时往左倒的话 它就开始往左转 往右倒开始往右转 其实这跟操作战斗机是很像的 你再往上抬 它的飞机就会奔着远点开始往上飞 或者是往下飞 基本上就要小朋友 大概是两分钟的时间都会飞 如果你不碰的话 它就会在原地来进行旋停 但是它现在新增了这一键花飞的功能 还是很棒的 之前日子里面 我们要想实现它的滚转 包括它的突然间转向变成倒飞 这一系列的动作 需要我们遥控器来进行多角度的微操 甚至包括这种翻跟头的动作 如果控制不好的话 还会调高度 现在这一键花飞的功能就简化了这些 比如说180度的飘移 我们直接在左边菜单里选择这个功能 飞着的过程中 我上面这个摇杆左右一摆的话 它就会从左边或者右边 直接从正飞变成了倒飞 很多的无人机飞的过程中 我们想要直飞变倒飞 还继续往后飞这个镜头 自己很难飞流畅 但是现在直接就一键 半自动就直行了 更有意思的是 翻跟头的动作 也是在左边的一键花飞的菜单里面 选择这个翻跟头的功能 好 我们在飞的过程中 我甭管是朝左朝右朝前朝下 每个角度都能实现 自由的去翻跟头 这个还是非常的炫酷 并且翻完跟头之后 它是自己带补偿的 不会掉高度 避免出现坠机的风险 所以这阿维塔系列 一直是秉承一个足够的简单 足够的易用 这边是带讲宝的 不太容易那么着摔坏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现场 看看怎么玩 好的 今天我们趁着大老师出差 到他车库来搞事情了 我们在这搭建了一个无人机的赛道 然后请了几位完全没有飞过无人机的同事 我们拿着的就是阿维塔二代的飞机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第一人称视角飞行的感觉 挑战一下这个赛道 看看没有飞过飞机的同事们 能不能够挑战成功 这有一个橘黄色的Lock键 双击这个键 飞机就会启动 然后再按住这个Lock键 飞机就成功了 然后这事就用这个摇杆 去控制飞机的位置 再低点 然后把摄像头瞄准那个白色的梯子 对 没错 没错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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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左来一点 好好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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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现在方向是对的 好 好好好 然后往右一点 哎呦呀呀呀 美美你这不听好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对 你往头枕飞点 不是 你不用转身子 是导杆 是这样导杆 你身子不用转 好好好 非常好 接着往前走 行 我是体感性的 不是 你自己不用转 这不像是没飞过的 真好 太沉浸式了 从A字形里边钻过来 漂亮 哎呦 我们刚开始最早接触无人机的事 最早就是先走直线 现在上手就可以直接先钻窗了 没问题 漂亮 好 把白圈放在车窗中间 我去 这直接真的都落在几位台上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进轮胎是不是横着进来拐着走的 然后它那个飘移模式还挺好玩的 就是可能直接转一个180 然后倒着我能看到你 哦 刚才你按的是那个模式 对 哦 我就说咱们咱们早早早突然就回头了呢 像那个电影里边 就是有的那个警匪片里边 就是那个匪一般想调剂警察的时候 倒过来 对着警察 是吧 就那个感觉 不错 还是科技造物人类 拜拜